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选美都要感谢我们公司 尽量回避我的长处 充分发挥我的短处 所以呢 大事发生的时候不能存在了 我就只有关心点小事 我最近回香港 我反倒看到了我们内地的这个新闻 看来香港现在也消费 这个内地新闻很有意思 消费咱们这个超女的小姑娘 你知道这个我们北京编导 打电话来说说现在网上很热呀 都搞这个人呢 都说这个事呢 两位这个 尤其是徐老师 你也是有家长 不是有家长的人 你是别人的家长 就是这个事啊 这个说 我给大家看张照片 你看看 咱也帮这女孩子扬扬名 既然想出名嘛 超女 去年未能入选超级女生三甲的邵宇涵 最近呢 替中国一家杂志 这本杂志被人称为中国版的花花公子 其实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FHM 它是这样 它是一个外国杂志 其实是 它是国际杂志 英文杂志 它有两本呢 是齐名的 对 一本叫FHM 一本叫Massim 那么这两本杂志呢 都是有点像君子啊 时尚那一类 讲男人生活的杂志 但是 但是 它有很多软性色情的元素 有很多女人性感的照片 使得呢 它没到花花公子那个程度 但是呢 近乎于十张杂志 跟花花公子之间 两者之间 到那程度 我们也不允许它存在 对啊 对啊 没错 for him 反正 for him 其实这张照片 就是说它拍了一集 什么性感照 我真正惹火的照片 我没出 但我可以比划一下 就是基本上是内裤嘛 我不太了解女性化妆 不是 不太了解女性内衣了 我觉得感觉 比如说就是一白内裤吧 然后卡 呀 大腿 香港话叫 蒙海大北 蒙海大北 好家伙香港人 蒙海 这种咨询都挺准的 蒙海大北 然后 我不出这张照片 蒙海呢 就是月子边一个 这个 就啤酒的皮 把个口换成月子边 通常是鸡翅膀的时候 这样形容的 是该北 鸡大腿 什么鸡翅膀 鸡大腿叫 鸡大腿叫 该北 该北 人大腿就叫 远北 是吧 白啊 就白 没这么说法的 这个 我 为什么没出 这张真正惹火的照片呢 我是为了顾虑 人家小女孩 她母亲的心情 因为呢 她母亲震怒了 这是一个事件 看啊 今年这小女孩 在20岁 说瞒着母亲 给她拍了一集性感照 她母亲 说女儿暴露 十分后悔 让她选超女 上周六更向传媒 发出公开信 她妈妈就是说 痛骂这个杂志 说这会是什么好杂志呢 很多女孩 都是被骗去 拍这种照片 甚至她妈还借此呼吁 就想让女儿选 这个踏足娱乐圈的 这些母亲们 不要让孩子受伤害 但是呢 这个少母的言论 在网上引起很多 争议 有的网友说呀 说人家港台女孩子 都这么穿 早点拍就早点成大明星 老妈子真啰嗦 还有的网友说 大明星 这个 马开打白 就是大字 对 哦 还真是 大X明星 然后呢 这个 还有的网友说怪话呢 说 你孩子自个愿意拍 他二十岁 他也算成年人了 对吧 他还不是为了钱 就有一些争议 对 我觉得 你为什么要把他二十岁了 对 子东 我为什么说 你也是有家长的人呢 就是说 你是你女儿的家长 对 对吧 放心 放心 没有这类的担心 当然你女儿不会了 但是我说假如 因为你比较亲切告诉我们 做父亲的心情 你的女儿差不多也是二十岁吧 如果他在杂志上 拍了这样的照片 你作为 不存在这个如果 对 就绝对不会 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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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引诱他拍了 你说 我谈谈作为父亲的感受 父亲是很矛盾的了 父亲所有平常都赞成的话 在女儿身上就不赞成的了 比方说 我们听到任何一个女的说这种 以前鲁迅描写的 就是子军说的 我是我自己的 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男的 男的 听到这句话都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听到女儿说 你就发愁了 还有 比方说有个女的说 谁说男的只顾过程 女的只顾后果 谁说这个 只有女的 男的才能追求快乐 现在女的也要追求快乐 这种话 我们听别人说都很赞成 就是自己女儿有说的话 就马上劝她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所以是个两重标准 很矛盾 很尴尬 你也说不出哪一个是准的 所以你看 高级知识分子 就不能有孩子 对 一有孩子 暴露出他们的虚伪性 对 陷入这个人格的分裂的程度 对 我有一个朋友啊 也是个男的 也是个男的 你的朋友都是女的吗 一般都是啊 那么这个男的男朋友呢 他向来啊 就是很激进的 在大学教书啊 也是搞女性主义啊 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有一回他生了个小女儿 到三四 三岁多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他家去 看到他三岁多女儿 很可爱一个女孩 然后这个爸爸呢 就老哄着他玩 后来呢 他这个女儿去睡了之后啊 那么我跟他两个 跟他太太 在客厅喝的酒聊天 他突然忧心忡忡的 跟我说 我到了 你看 我这女儿这么可爱 哪一天 给人骗了 泡了 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他三岁 就开始 你就想这玩意儿 这不像他说话 平常他就说那些 女人是吧 十六岁 就应该追求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快乐了 没事 他去泡女孩子的时候 就完全另一套 这个 就是这样 而且你想 我女儿现在在UC Berkeley 这样的地方 对 博客来加大 是什么 以开放文明吗 六十年代美国的 性解放 西大麻 迷幻 要 同时又是世界最好的 一流的学校 对 哪天 哪天该成年 上一回 我们三人行 讲一讲 在大北营的搜尹 看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 但是我跟你说 像我的感受 这跟你们俩都不一样 还可真是 病态的社会 不仅没女儿 连结婚都没结 当然不一样 病态的社会 酝酿出病态的人 我真是体会到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 我说因为常年 做新闻工作的经历 已经把我变成了 一个不正常的人 心里非常不正常的人 比如说 连一般人的道德水平 都不见得有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被报纸 骗得太多了 因为我对这个 看这个世界 纷纷云云 看得太多了 所以这种虚无主义 怀疑主义 我根本就 你比如说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要说 这位母亲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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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吧 少妈妈 我是非常理解的 我也是这个 很同情她的这种 愤怒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因为我的这种 病态的这种心理 因为我常年 做这份新闻工作 造成的这种 神经过敏的这种嗅觉 你觉得她可能是 我心里还有一个 百分之一的小地方 冒出一个小怀疑 怀疑什么 就是说 我说这会不会是 串通好的 就母女串通好 我跟你讲 这个得罪人家妈妈 我没有这个心情 我基本上是 羡慕 不是羡慕 我基本上是 你也想当大明星 只不过没人找你来 他都能当太明星 我基本上同情她 但是我是说 因为我对整个社会 根本性的一种 怀疑主义的情绪 使得我不光看到这个事 我老实想 我看到任何新闻 都会这么想 我心里都 为什么不能全情同 策划了 因为我心里总有一点小怀疑 这玩意是真的假的 不 我是觉得策划的可能性 比较低 但是这种事情 客观上带来很多好处 因为客观上 不管你有意无意 客观上起到了 炒作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呢 对这些东西呢 其实叫又爱又恨 你明白 有很多比方 你落选了 你本来心里是有点遗憾的 别人地位比你想不一样 但是我 我怎么样 我做点别的事情 我也得到了某一种名声 所以这种不一定是有意 和说 女儿跟妈妈说好了 这个我觉得 这个可能性真的很低 但客观上就觉得 我既然已做了这个事了 我索性往这个方面弄下去 我也许可以坏打正招 我可以得到一些 迎期一番讨论 成为一个焦点 我跟你讲 凝聚很多灯光 徐老师 现在的问题还真就是这样 客观结果呀 这就说示范作用呢 就是说出名要趁早啊 因为眼睁睁就看着这样的现实 比如说 你可以谴责说 你没有真本事 你没有这个梅花相似苦还来 是吧 你怎么就能得享 他报得大名 他马上几百万上千万的利益 你包括你们全家都富裕起来了 你说这是很不好的 一个虚假的 可是啊 就是你说的 客观效果上 他火了 不管是被人骂的 还是被人贬的 你发现没有 也许这些甚至这些博客上 这些网友们 都是属于出胸中一口气 比如说我骂你 徐子东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呢 反过来某种角度上 我要感谢你呀 你看这个这两年来 几率就高了 这两年来你注意到没有 被痛骂痛扁的人 翻回头来 他可能出书了 拍戏了 上广告了 等等等等 他确实得到了 捞了一把 而且你这些第五第六 第七八名的 你跟他说不真本事 他马上往前看看 他说 你那前几名比我名字高 搞几个的 他们有多少真本事 我们就是差一点点 可是现在他 还有纪念碑呢 对不对 甚至现在有人说 甚至现在有人说 就你们这教授 学者又怎么样 对 你们又有真本事吗 对啊 整天你们做虚假论文 抄袭这种新闻 我们也听得到 对对对 你怎么说呢 咱们去一下广告文道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 你刚说这个出名这回事 虽然客观效果上看 好像是就是 这么炒作一轮之后 能出名 能得利 但是我在这 我觉得要煞停一下 停一下 回想过来什么叫出名 过去我们常讲虚名虚名啊 对 我们在一个最物质的层面上 讲这个虚名呢 它是什么意思 虚名好几个层次 最物质的层面就是说 你有名无利 就像芙蓉姐姐 对 我就想举这个例子 芙蓉姐姐没利吗 没有啊 你应该列入希望工程是吗 对 还是做私群体 对啊 所以你看像现在啊 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 我弄个什么东西 我发个什么帖子 我拍个自己什么照片 我去弄个什么东西 就出名了 灯光来了 然后你刚才不是说什么 几百万几千万 那很少的其实 是吗 其实那是很少 我以为他们都发了 没有 而且 也就是你不平衡 而且要是他不能 正确对待的话 他自己人整个改变了 对 长远来说 未见的是好处 对 香港有个巴士阿苏嘛 也是一下子 现在有什么用 找工作都被人家炒 对啊 所以这叫虚名 就是这网络时代啊 像这种 我们刚刚说这种新闻 都经过策划的年代啊 虚名来得特别容易 而且 去的也快 对 去的也快 所以被牺牲者呢 就是这些拍照的人 对 但是得益者呢 是那些拍的人 他等一下虚名呢 他就捞到一下 他杂志先卖 他就拿到好处了 对 你先别管这个 我杂志卖了 这还真叫浪得虚名 一浪 虚名就 那个你知道 你知道现在 做杂志啊 做旅游啊 他没办法 他在这个潮流 他就是想捞一笔就捞一笔 你最近看到个新闻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 先花一万块 可以做一天地主 哦 对对对 听说没有 对对对 就是说你和 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就让你来做一天地主 这旅行社的生活 就真的 以前旧社会 那个地主生活 然后给你穿上 什么长保马挂 然后有房内的丫头 有房外的丫头 给你洗脚 给你搞 搞一大堆的东西 当然了 他也还是虚名 为什么 他小老婆是没有真的 小老婆是假的 不能碰的 所以要是小老婆碰 那不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那个价钱要更高了 你想 这一种真是虚名 当然又触及很多人的 很敏感 你想 这中国人多年来 接级教育 你这拿黄石人 出来做享受 这一种 你说是不是 他捞一把钱 他捞一下 所以 你从新闻的 有个原则 叫异常性原则 你可以总结 成为新闻 这个里边的道道 就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人 按说出名过去 讲要十年功 对吧 但你没什么功夫 但是我要 一日夜之间 报得大名 怎么办 除了有特殊的机遇 你就得符合 这个异常性的原则 就是打破禁忌 就像你说的 你不管是说 一万块钱 享受一下地主的待遇 这都是跟人们头脑中 某种禁 你像甚至这个香港报纸 这也出名了 就是这个 说谁出名了 一个变态的男子 结一个女的 结果把女的吓坏了 其实是把这女的 挂个除下来 开始损这个女的大脚趾 上报纸了吗 就排在跟咱们这个 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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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 并列的新闻上 并列的新闻上 还比他大 对 但你刚刚说 这个策划新闻啊 其实现在最最好玩是什么 就是现在这种异常性啊 已经太多了 就你不知道什么 叫异常了 就像你比如说 寻脚趾这个吧 舔脚趾这个 这家伙吧 他异常又怎么样 异常今天 他明天他又不异常了 明天又会有更异常 所以你想用异常 这个方法来凸显自己啊 这也是个不归路 那么 而且有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在利用这个 比如说 有一个网站 那个YouTube 不是很火吗 对对对 全世界点击率最高的网站 大家放自己拍的短片 前阵子在香港呢 就有这么一条短片 火得不得了 是继巴士阿叔之后 最多最活的 搞小猪是吧 搞小猪那个 徐老师就看过了 就是 我现在很硬 很硬 国家教育大学 什么人家 那是这样的 一对情侣 握着一头宠物猪 小猪 进商场 到处逛 然后到处逛 到处有徒人 然后有个保安官 怎么带猪进来啊 他也不管 后来到个餐饭馆吃饭 饭馆吃饭呢 多要一碟饭过来 放桌上 把这个小猪弄到桌上 就隔壁大伙都在吃饭 他那个猪在桌上 也在吃饭 结果给人骂 那么后来呢 这条片火了 火了之后呢 这网友啊 不都喜欢自己加点东西吗 弄个rap版啊 hiphop版啊 恶搞啊 恶搞啊 越玩越多 到最后给发现了 这条片 是一个广告 是个广告 是个广告公司 要宣传个牛仔裤 故意弄上去的 所以利用这个博客 利用这个网络做广告 也是一大发明 它成本很低 对 那个别出心裁 还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不跟你说了吗 上海现在旅游推广腐败油 腐败油啊 对 一日腐败油 现在被禁了 就是一个旅游项目 让你去商拿 让你三杯啊 他们陈良宇住过的地方吗 就是跑去就跟你说 这是什么干部腐败的地方啊 来我来体验一下 大家体验 然后在那里发言说 揭发批判啊 等等的 你知道这些都报名吗 你都想参加腐败 你都想成功吧 你看这种成功吧 我也想当个腐败干部 哎呀 真是 谁不想 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是那种什么 拉大旗啊 做虎皮啊 弄个这个招牌啊 就是谎人的 你就为什么 所以我就老觉得这个应该 真为荣 假为耻 就是说这个 这个到最后啊 没点什么真诚的 就是实在的东西 甚至我上次就跟文道说过 我说你现在 你发现没有 在我 至少我在内地生活 我有一个感觉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 就是好多这个饭馆啊 本来很有名 但是某一天 会突然不好吃了 突然不好吃 我已经不见好几次了 我说这水煮鱼非常好 几年来都很火 突然有一天 胃同嚼辣 后来大家分析就是什么呢 或许就是他不好好搞好他的品牌 不本分 不规矩 不像过去的那个酒香 不怕巷子深 他现在是什么 一旦不错了 就要扩大呀 连锁呀 或者那是刻薄员工 留不住真正好的厨师 或者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你会出现这种 最后就是盘里的肉啊 越来越少了 然后这个营业员身上 录的肉就越来越多了 就是走这样的精销路线 要不就是什么呢 要不就是什么呢 现在我觉得这也是中国 整个社会 你从这个拍照事件 一直到吃饭 都是一样的 就是都在戊虚 整个社会在戊虚 你看这个饭馆 我觉得中国现在 最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到很多饭馆 他就标榜他的大 其实你真正爱吃的人啊 你是绝对不可能 接受个饭馆那么大的 他那么大 他怎么可能弄好 所以你就知道 知道这个时代 他为什么拍大片呢 对吗 他就是个忽悠的时代 对 忽悠我们 忽悠的时代 忽悠的时代 枪枪三人行 广告一忽悠 你看这个报纸啊 报纸上变态才是常态 不写变态没人看 那个照片呢 你说刚才那个大 可能稍微有一点 可是他把它称为肉燥 对 也是有点过分 我为什么 他其实没多少肉 那个泛性化 我突然读到一句话 我念给大家听了 我都很震动 利奥纳德·达芬奇讲的 性交的行为 及其使用的器官 如此丑陋 丑陋 丑陋 倘若没有面容的美 亲历者焕发的光彩 和并发出来的 无度的激情 自然便毁掉了人类 这是话啥意思呢 啥意思 就是说要没有脸的话 实际上 就是说本身 他的艺术 以他这个艺术家的眼光来讲 这些器官 这些裸体 大家现在津津乐道的 点啦 毛啦 格子 这些东西 其实是丑陋的 美好的东西是亲历者的神采 面容的美 没有这个东西 人类就被自然毁掉 什么叫被它 就是人性 被动物性毁掉 就是我们看到 我注意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稍稍有点震动 为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 我们都在注意 你包括那些话什么东西 我倒也不见得同意 达芬奇的话 我觉得性器官也可以是美的 你没见过现代艺术家 弄的那个 比如说女性的这个性器官 他弄出一种像 圣胎的花一样 就看你怎么看 或者是 那个摄影师 Robin McFortle 拍的那些男性的器官 也拍得很漂亮 他不是讲器官丑陋 他是说 性交的行为 极其使用的器官丑陋 就在那个行为当中 你如果只注意那个器官 就变成那个黄片 叫牛马片嘛 就就等一点 就没有脸了 实际上是 得有大头 不能光想这小丑 可是全社会现在这种犯性化 你说到底什么道理 不可阻挡 刚刚说这种字眼的问题 我觉得香港的媒体 带给整个中文世界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从政了中文或者文字的力量 我觉得 是吗 对 因为我举个例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 就看这个香港这个八卦杂志 很多人都以为八卦杂志就是 全是图片 对吧 这个大家图片看多了 就对文字一点感觉都没有 其实不是的 你看这些图片 就像我们刚刚说 邵宇涵这个图片 你认真看 我们刚刚播那张照片 你说有什么吗 其实没什么 他如果不是用肉照这两个字 你就不觉得他有问题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这 比如说我看到他们有时候拍一些明星走光了 他不说他走光 你根本不注意到他是走光 他还给你画个圈 他还给你画个圈 带箭头的 对 只像那个丑陋的器官 对